这个菲律宾确实啊 他们有一个协议听证会 讲说之前在杜特地时代 当时呢就有所谓的君子协议 这真的假的啊 所以要找前朝的官 好好坐下来来谈 来做报告 很深奉一点我们来看到呢 根据菲律宾的媒体报道 说杜特地阁员全都缺席 缺席听证会 现在是怎么样呢 那但是呢你看现在 在小马可氏执政的情况之下 这个国会看起来是 抓着这个议题不放 这个先请教这个凤英姐看吧 其实这就是他们的内部斗争 而这个内部斗争呢 其实的核心焦点 就是要用中国大陆作为工具 作为核心斗争的一个焦点 这是小马可氏家族 然后跟杜特地家族的一个斗争 其实这件事情 如果你翻到去年就已经开始了 那时候呢 这个小马可氏 他们这个这一个阵营的人 将杜特地阵营的人 直接从副议长把它拉下台来 你就知道那个国会现在 其实小马可氏阵营的人 其实是相当程度的掌控的 所以才会用出这一个闹剧出来 那这最近不是因为 大陆驻菲律宾的大使馆 公布了一份录音 就跟大跟菲律宾的军方 已经有军子协定了 还不是杜特地时代的军子协定 而是在菲律宾的年初的时候 跟菲律宾军方的军子协定 你要对于这个仁爱交的一些 这些相关的这些补给 好 没关系可以让你补给 但是呢 仅限于食物跟水啊 这一些相关的人道补给 但是绝对不可以有加固的材料 那如果有的话 那他们其实会阻挡 这是当初的协议 公布完这个录音带之后 现在这个军方的人下台了 用这样的方式要抹去一切 那所以为什么 杜特地的阁员不出席 我认为 我这边当然我们没有 这个进一步的消息 但是你从这种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讲 他很清楚的知道 这是一场羞辱秀 就是你要来羞辱我 而对菲律宾来说 他现在有一点这一个 就是动弹不得的味道在 我怎么说动弹不得 内部的这个家族斗争已经撕破脸了 已经端到台面上了 所以只有你死我活的结果 绝对不会有可以和解的结果 这是他非要往前进的 不可的一个原因 而在国际上他又退不得 因为他在国内里头的修宪 其实需要在有一个民族情绪 来凝聚他的支持度 所以他必须要在国际上面 不断的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然后去让中国大陆 可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他们 然后他们就可以诉求这个民族情绪 所以他现在是在诉求全世界 要来关注这件事情 可是关注度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你有没有发现越闹就越小 越闹就越小 所以他们就不断的 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现在连海洋生态 他都给他端出来了 对 破坏了这个生态 对 言下之意 菲律宾有多么的重视海洋生态的道理 好 但是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你去看最近菲律宾的 一些相关数据 第一个它的物价是高的 你知道全世界物价不是有一个 就是缓步的下滑吗 在东南亚国家当中 我先把越南排除 因为越南是另外一个故事 越南最近因为他们不是贪污 打贪 打腐败 然后把那个首富判了死刑 那光是为了救那个首富的 那一家银行 就投入了两百五十亿美元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放在任何国家地区 都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所以越南最近被拖累得非常厉害 但你扣除掉越南 你知道菲律宾有几个数字 它的批索贬值得 要比其他国家来得凶 然后它的外汇存抵 比别人都要来得少很多 它每一个月的游客 比别人都要少很多 它只有马来西亚的一半 然后泰国都已经一个月三百万了 它现在一个月只有不到五十万 那差很多 差非常多 然后马来西亚大概是一百零七万 然后它也只有不到五十万 也是差很多 就它人口数据不少 可是它其实在很多的经济表现上面 就是它跟拜登遇到的状况是一样的 你如果纯粹就经济的表现数据上来看的话 好像还不错 但是因为物价高涨 然后观光客又不多 这几个因素使得他们在内部 你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生活没有变得更好 所以它有政治斗争上面的需要 它有借由民族情绪凝聚内部的需要 但是它在经济上面又不足以交出太好的成绩单 所以它现在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能够激发民族情绪来打好它这一场修宪战 这是菲律宾的内部政治斗争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就是把底线画在那个地方 那底线在这里呢 你不可以越雷池一步 它反正你一百艘渔船 没关系我这边呢 只要三十艘就足以让你没办法接近 这个仁爱交 它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阻挡菲律宾 只要你不越雷此一步 它这边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 让你在全世界敲锣打鼓 都敲不起太大的涟漪 那你在内部的政治斗争 就看他们政治斗争的结果了 是 所以就是搞民粹 那当然凤鸣姐刚刚用数据来说明 就是他们的观光业其实也受到重创 我就在想 那是不是自己搞的呢 因为他们其实还限缩对于路克的这个签证 是啊 你看泰国就很 泰国就恢复得非常快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反差就出来了 所以我说这个是熟令置之呢 大家就不妨想一想嘛 但是菲律宾就是非要演这一出 那我就请教一下蔡尔元 是啊 不仅仅是说 我国会要继续烧这个议题 我是对内 但是对外 刚刚那个凤鸣姐形容说 敲锣打鼓 这个里面就有很多戏 比方说现在要上演的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司法秀了吧 这个菲律宾说 我正在搜集证据 我要起诉中国 说明他们如何来破坏当地的生态 如何破坏当地的珊瑚礁 然后再来这还没完 甚至呢还要配合国外的媒体 你比方说国外的媒体当中 有华盛顿邮报 就先报道了 中国大陆要在南海填海造地的岛屿部署 大约20座浮动核电厂 一听到核电 马上就绷紧神经 而美国的这个媒体 美国之音就引用专家的话说 中国这样会加剧 其他声索国间的紧张 破坏区域安全 所以呢要透过多边的框架 好好的来抗衡中国 这才对 所以咧 现在是说这个核电厂 它是浮动的 然后呢 它不仅仅是你想的核电而已啊 它其实还可以支撑为军事用途 把民用跟军事 又把它连接在一块了 蔡委员 核电就是发电啦 那电有什么 军事跟民用嘛 那地方做军事基地 那地方又没有民用工厂 当然做军事来使用 不过这个菲律宾的戏也蛮精彩的 每天都有新花样 让我们每天有什么事可以聊一聊 真正的关键核心 刚才奉心讲得非常的精准 就是小马格斯想修宪连任 美国支持小马格斯修宪连任 要打压杜特地家族 本来两边讲好了 就是我选一任 完了你女儿选第二任 不讲好了吗 现在他不要啊 就是说我要反悔 反悔当然跟你翻脸 翻脸就要全面政治斗争 全面政治斗争就撕破脸 这么一个谁要当总统 这当然是很重大的事 台湾蓝白盒都会撕破脸 何况你这样杜特地 对不对 跟这个小马格斯 当然撕破脸 昨天还好好今天就撕破脸 小马格斯之前很清楚 要修宪 要来竞选连任 因为菲律宾总统只能干一任嘛 修宪才能够连任一次嘛 没有美国同意他怎么做得到 那美国交换条件之后 你去弄中国 弄中国就让他两海行为准则不能过 那你要弄不能弄一次 戏剧就停下来吧 一定要每天三百六十天 天天有戏剧好看嘛 今天是一月问题 明天是环保问题 后天是核能问题 你想得出来的戏剧 要不断地上给一遍 不过菲律宾也蛮有戏剧天才的 对 话要很多 那我要提诉讼等等 对 其实中国大陆就如如不动 根本不用去理这些东西 我核能啊 好啊 你要我就装啊 对不对 要不要顺便发点电供你用 对不对 你们这个 这个 菲律宾海警船 还可以顺便把它充电 对不对 根本不用去理会这个东西 那其他人都是 直接扎扎扎而已 哎呀这个 什么侵占我主权啊 比如说新加坡有越南的研究机构 还讲说不行啊 我们越南曾经伸索过的岛屿啊 你在那边装了以后 就会影响我们主权 你越南有二十九个岛礁耶 菲律宾有十二个岛礁耶 中国好像才七八个岛礁耶 哦 你站的比较多 我还没找你麻烦耶 我觉得就把那个中国移民很多吧 去找去菲律宾十几个岛礁 你们去绕一绕啊 对不对 说这是我们中国的 不是吗 南海都是我们中国的不是吗 就绕给他们看嘛 对不对 要闹大家来闹还怕没有戏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唇一辈封销 心地的保养 对于一个机会 第四周 参加